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距离十强赛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面对十强赛前的最后一次热身机会 我组四比六不抵平均年名只有二十一岁的朝鲜青年队 对于米卢的质疑一时间达到了零力 我们国家给我们上的和尚一个党比赛以后 一万多球迷围着足堂子 很多的球迷拿出装铁的盖 为什么 我说那他们在为中国独求出来 我来到独结议里面的时候 我把头一次叫来 我却终于朝鲜的那种精神所感受 我以为我们的国家里真是感受到 我是感受到强 谁都没有说过这种话 就给祥父也没说过这种话 你说你准备结伴 但是这种做法肯定是 是这种意图 那么这个也就是经验教训的问题 准备的 万一真是出现问题了 相互上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米卢和他的队伍 踏上了冲击世界杯的最后一段征程 2001年的石墙赛 作为国足的主场 沈阳的吴丽和体育场 成为了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 吴丽和也成为了国足 那段冲击经历的代名词 怎么看待这场比赛 中国队肯定能赢 是吗 你怎么预测一下比分吧 3比0吧 应该讲 就是说各个队 有各个队的特点吧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段准备的不错 从各方面 我觉得从实力上来讲 我们是最强的 大胆预测一下这场比赛 22比0吧 在中国足球冲击世界杯的历史上 还没有哪名球员 敢在赛前如此轻松地 接受记者的采访 但是在2001年 从第一场比赛开始 国足就已经做好了 全方位的准备 我们整个的水平已经到了 可以说在那个小组一定会出现 当然了 那里面有韩国 日本 伊朗 沙特 大家在一块 你要说前两名出现 那不 没有这把握 但是你绝对不会想去欺骗 你的认识 因为我们这批人 大部分都经历了职业比赛 而且好多人已经出国比赛 在国外的人 已经跟了这么多的外交 水到渠成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能赢 这就是独球规律 这就是独球规律 面对石墙赛的第一个对手 米卢大胆地派出了两个骑兵 李肖鹏和齐鸿 那一晚 正是这两名球员的出色发挥 中国球迷第一次领略到了米卢的神奇之处 李肖鹏 好球 好球 刚刚开场就进来 18号李小鹏 李小鹏 李小鹏 古色 一定能 这是第一次上门 漂亮 看那个球 atory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李虎 看一下 李小鹏 李小鹏 他上帝 今天李小鹏那个球 看来你都费了点神经 和新人的闪光相比 更有象征意义的 或许还是中国队的第三个进球 范志毅助攻郝海东的问题 或许从那一刻起 尼卢所率领的这支国家队 已经扫清了前进路上的一切账 我们接下来就今天晚上就出发了 旅行去阿曼接着准备 对付阿曼 其实是定了一支弱队 主场三比零拿下阿联球之后 国组连夜前往北京转机 恢复阿曼 等待他们的是连续两个西亚的课程比赛 老秘真有两把刷子 厉害厉害 厉害我厉害我厉害我厉害 又来那可以 我们好像看着是顺风顺水 01年 实际上我一直在给我 我身边的朋友在说 实际上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 要注意 要注意 好的 为什么呢 怎么又倒过来 既然传立点球 吹点球了 你看 这个马来西亚裁判 孙几海 你刚刚孙几海回旁边一下 马来西亚裁判 孙几恩 毫不犹豫地给他点球 看看 看看奇迹能不能发生 投后射手达比特 希望将军能够有所发挥 挡过 好球 好球 希望将军能够有所发挥 射手达比特射试点球 将军最后是用 他的这个 说最长的这个 这个中 弄了一点弄出去 这个球给我们很大的机率 如果这个球进来 也可能 也许就没有 后来的什么事 将军神奇的一扑过后 比赛的天平 也倒向了中国队的一边 齐鸿 范志毅在下半场接连打入两球 中国队勇惊无险的二比林 战胜了阿曼队 六天之后 他们在卡塔尔遭遇了更为惊险的一幕 现在杨谷不在场上 杨谷不在场上 他力度能左路共当打 而且他一直就是他的右路进攻 是比较活跃的 这边有点空啊 这边有点空 进了 后来挡了一下 这个球进了 一比林 看一下 打在他们自己的人身上 这也是有点意外 客场作战意外丢球 久攻不下 这样的剧情难免让人联想起 中国足球过往的那些失败经历 不过这一次 中国队却完成了自救 全场比赛的最后一分钟 有着大头之称的年轻中尉李伟峰 一头撞开了阻挡中国队的 最坚固的那道枷锁 因为他们今天也许过了 要用他们的苹果 给我一份生日礼物 我想我今天对他们的表现 非常高兴 非常满意 两个客场抢回四分 重新回到无力和的中国队 已经拥有了小组出现的绝对主动权 花几个竹锁 花凯FV 小鸟 小鸟 二十三 小鸟 小鸟 八点 小鸟 最坚围 好球 可是 咯 还是 叶尹尹尔 好? 率先打破江湖 1比0 下边的比赛就应该 好打了 再打他一个 好的 犯主意 30分钟 2比0 2比0击败乌斯别克斯坦队 中国队本座基金榜的榜首 随后的一轮比赛 中国队客场挑战排名第二的阿联酋 孙继海恰到好处的传球 加上齐鸿林敏的门前嗅觉 比如率领的球队 再次从西亚客场全取三分 至此 中国队前五战四胜一平 历史就这样把最辉煌的一刻 飞向了2001年10月7日的沈阳 无力合体渔场 中国比赛 10月7号 我讲的今天 到目前来说 我现在不好说 今天特殊不特殊 因为什么 如果这场球赢了 那他将在中国的足球历史上 会留下重重的一笔 这样才能体现他的特殊 这是咱们全国社会各界期盼了44年 四代足球工作者的共同愿望 那么今天如果赢了 或者平了 那这个日子就是难忘 好机会 球进了 球进了 这余根维 35分钟的时候 余根维 余根维 终于找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 在这样重要的历史中 一笔 在余根维打进了这立 中国足球迄今为止 最重要的一个进球之后 整个无力合体渔场 都陷入了疯狂当中 1比0小胜阿曼 中国队历史上 首次打进了世界杯的决赛群 今天终于成了改写中国足球力 世界的英雄 那一晚 伴随着国家队的胜利 中国球迷的幸福感 从无力合体育场 弥漫到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之上 但令他们不曾想到的是 那场狂欢过后 中国足球 选择走向了沉沦 四十多年 中国足球第一次冲进了世界杯 万众欢呼 这些 怎么样 去到世界杯打了三场 回来被骂得狗血奔头 一样的米露 一样的这些人 又成了反思了 反省了 但是你看一看那三场比赛 我认为 确实第一场 我认为根科斯大利亚是我们最强 跟巴西跟土耳其 你可以看一看 我们的传球控球 我们不是只是有方式 我们踢了很好的足球 但是 谁会只 回来一片的漫漫 这就是我们 伴随着中国队在世界杯上的失利 吴里河也渐渐地走向了衰败和没落 或许 只有助力在体育场外围的这尊V字雕像 还在向人们诉说着 这里当年的辉煌 今天终于成了改写中国足球历史的英雄 好 让我们记住历史这一刻 2007年2月12日 伴随着一声巨响 武力和体育场永远地消失在了我们的视线之中 从中国足球的圣地 到一片废墟 爆破武力和体育场 只用了6.6秒的时间 而中国足球的推导重来 则注定需要我们耐心 而又漫长的等待